马上请尤夫老师帮大家进行测字占卜 我们就来占一下 未来一个月我可以兴高采烈吗 好 既然问兴高采烈 我这字面就是这四个字 兴高采烈 由这四个字里面选一个字 那请现场归编 还有观众朋友 请你选一个字来测试看看 未来一个月你是在哪方面 或者你可以吗 兴高采烈 都选好了 都选好了 现场全部选好了 观众朋友你是不是选好了 我们要去看一下答案好了 我们这个烈字好像不太好 我们现场都没有人选 观众朋友如果你是选烈的话 那到底哪里不好 你们从哪里看出来呢 他答案是情侣节烈无妄之灾 好吓人欸 上面是烈的开始是疑的结果 所以这个确实不好 这无妄之灾表示说 别人分手可能误会是你在破坏 是无妄之灾 因为可能是自己的情侣分手 因为误会还是无妄之灾 所以抱歉啦 只有给了30分 好 其实我们看一下彩 彩是雨泥跟篤林选的 还有观众朋友也是选彩的话 答案是 帐灯结彩 荣耀身分 哇 这当然是工作方面 90分 好 下面是高 高是两位老师选的 还有观众朋友也是选高的话 答案是 游玩享乐 首相逼迷 好 当然是 有得玩 非常地高兴 80分 好 最后是 心 心是静存跟爱情 是 有观众朋友也是这个字的话 答案是 学习理财与钱同学 钱财越赚越多 钱财方面100分 恭喜 谢谢老师 拜拜